美国总统川普又一次语出惊人 推特上自称已经得到免疫力 也不会传染给别人 不过这则推文随后就被标记为 可能误导大众 但川普显然不这么认为 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川普开门见山又说一次他已经免疫 不但可以走出白宫 更打算星期一就要重返竞选造势活动 他更宣称美东时间星期六在白宫的演说 就算全城没戴口罩也绝对安全 而川普在白宫演说前 医疗团队曾发声明公布他的病毒检测结果 不过内容只提到川普体内的病毒 不具备传染给他人的风险 并没有说明他的检测 到底是不是呈现阴性 也因此川普打算走出白宫的决定 还是让外界相当忧心